父皇有六个女儿,我排第五,母妃本是养心殿一名小厨房宫女 她一生只得一次宠幸,因此有了我,将我视为至宝 我七岁那年,她被兰贵妃诬陷不争而死 几个月后,我想方设法,成了兰贵妃的养女 母妃本是养心殿一名小厨房宫女 圣宠的兰贵妃与父皇怄气,父皇喝了不少酒,心情很差 近身的内侍宫女不敢触眉头,便将心软懦弱的母妃推了出去 结果父皇宠幸了她,和宫的女人都是父皇的所属物 她想在谁身上发泄都可以 可怜母妃,本来再有半个月就到了年岁出宫的 可此后,余生只能被困在深深宫墙 再也不能嫁给那个等了她数年,自幼青梅竹马的表哥 兰贵妃使性子从来有度,第二日便原谅了父皇 他们继续秘里调游,所以母妃一生只得了那一夜宠幸 却因此有了我,我比兰贵妃所出的六公主楚遥,只待了三天 楚遥自幼锦衣玉食,仆从成百 大宴时,父皇都会将她抱在腿上,哄她多吃几口菜 而母妃只是小小常在,内务府经常刻扣阅历 她还要做绣活补贴用度 我又瘦又小,琴棋书画也无意精通 父皇为正眼瞧过我这个女儿 奴才们更没有拿我们当过正经主子 但每一个冰冷的夜里,母妃都会将我抱在她香香软软的怀里 唱江南小调,哄我入睡 一遍遍地告诉我,家家是母妃的小心肝,母妃最爱家家了 有时半梦半醒间,还能感觉到母妃在啵啵不亲我的脸 我那时便想,纵使父皇看不见我也没关系 人事忙忙,能得母妃全部得爱,我已经很幸福了 但我七岁那年,京都连日暴雪 内务府刻扣我们的炭火,宁翠宫比冰窖还冷 母妃病倒了,高烧不退,昏迷不醒 好不容易求来的太医说,若想母妃醒来,需千年人生做药饮 可母妃只是小小常在,她不配 皇后已先是多年,后宫是兰贵妃做主 我在大学里跪了两个时辰,她总算让我进了内殿 热腾腾的炭火轰着我,我却止不住地打寒战 兰贵妃悠然自得躺在软榻上 拿着帆帮进贡的水晶葡萄喂给怀里的波斯猫 她青醋眉,宫里有宫里的规矩 今天本宫要是破了力,保不齐明日这个答应问本宫要雪莲 那个宫女求本宫赏雪格,那这后宫岂不是乱了套 你母妃在爬臂下床的那一晚,就该死了 她能带着你活到现在,已经是转了,做人不能太贪心 从一昆宫出来,我狠狠摔进厚厚的雪里 痛入骨髓的无力感,如绳索狠狠勒住我的脖子 让人窒息,婢女小柳哭着扶起我 殿下,要不算了吧 或许这就是娘娘的命 深宫里无宠的女人,就像是冬日无根的草 一夜冻雨,一场大雪 就会让她们无声无息地消亡 可她是我母妃,是这世上唯一深爱我的人 我无法放弃 我去求大皇兄处送 她比我大八岁,是皇后娘娘所出 如今已经在朝堂行走,很得陛下看重 奴才们并未为难 我很快被引入殿内 大皇兄亲手为我倒了一杯热茶 又命人给我拿了披风和手炉 只是提到救人,她一脸为难 后宫是贵妃娘娘做主,为兄也不好越祖带袍 我不住哀求 她长叹一声,道 你母妃是父皇妃子 此事还须父皇出面 父皇陷下在秦政殿接见朝臣 不如你去求求她 我难难,可侍卫森严 我去不了前朝 她笑了,为兄可助你 我换上宫女服 皇兄的人带着我和小柳穿过重重侍卫 到了秦政殿外 厚重的木门并不隔音 里面传来臣子激扬的声音 陛下您忘了 先皇后临终时 您曾亲口允诺 此生不再丰厚 小柳身子一颤 伸手轻轻拽我的衣袖 殿下 不,不要 原来如此 大皇兄想拿我当枪使 可如今 为了救人 我顾不得那么多了 而且若兰贵妃真坐上后卫 我与母妃的处境只有更惨 我扑通跪下 厉声高呼 父皇 父皇 求父皇救救母妃 此等关键时刻 闹出磕带妃嫔的事 父皇也面尽失 当众斥责了兰贵妃 眼看丰厚的是要泡汤 兰贵妃如何甘愿 她吞去拆还 梨花带雨的辩解 并非臣妾故意苛待临长载 实在是她 她对陛下不忠 妾身私存着 她毕竟为陛下养育了五公主 也担心皇家颜面有失 这才想让她自生自灭 几十个内侍 乌泱泱地冲进宁粹宫 里里歪歪翻了个底朝天 卧病在床的母妃 被她们直接扒拉到地上 她们从庄帘里 搜出一张写着厌词的纸 可笑母妃字都不认识几个 便这般被坐实了不忠的罪名 蓝贵妃在父皇面前三言两语 我那远在江南 从未谋面 做着糕点营生的外祖父一家 就被诸连三祖 无疑幸免 母妃得到消息 呕出一大口鲜血 游禁灯枯 她艰难地伸手 擦去我眼角不断涌出的泪水 对不起 得刘姜你一个人在这世上了 下辈子 我们做一对寻常母女 我陪你长大 看你出嫁 子女成群 好好活着 别 别想着报仇 她走了 背着一身的脏污 被烂袭一卷 随意扔在哪个乱葬岗 隔日楚送来找病倒的我 她摸摸我的头 说 这事是为兄处理不当 为兄向你道歉 幸亏你与父皇眉眼极为相似 你生母的事 才没牵连你 我紧绷着 母妃是无辜的 大皇兄叹口气 家儿 这后宫这天下 无辜的人太多 你还是好好养病 为兄会将你生母好好安葬 每年清明 让人多烧纸钱 打起精神来 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她带了许多好东西给我 就有上百斤银丝炭 和一根千年人参 我虽与父皇长得像 但宫里流言蜚语不止 奴才们一见我就窃窃私语 有些甚至当面说 我不知是母妃与谁生下的一种 那个冬天让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彻骨的冷 就算是红彤彤的银丝炭 也无法让我的心暖和起来 或许卑微的人 命就是间歇 小柳天天给我塞好吃的好喝的 母妃四九那日 我身体好了大半 宫内不能烧纸 我亲手制作了一个铃铛 写了母妃的名字生辰 据江南风俗 四九那日若能将铃铛挂得足够高 便能招来逝者亡魂入梦 御花园里有一棵千年古树 我准备将铃铛挂那上面去 结果在永道里 遇到了前呼后拥的楚遥 她从软轿里探出头 一脸鄙夷 你生母做出那等龌龊事 本公主要是你 趁早悬梁自尽 转过去 别让本公主看见你的脸 本公主嫌脏 我挺直腰杆 六皇妹 我一是父皇的公主 你当叫我一声 说话间她已经吓了软叫 抬腿往我膝盖上狠狠一提 我脚下一软 跌坐在雪地里 她抬着下巴 用鼻孔看我 带着鼻翼又自得的笑 你不会真的以为 公主和公主都是一样的吧 滚开 侍从们一窝封上来 将我跟小柳挤到墙根 我的脸被狠狠擦在 粗糙的墙壁上 拉出长长的穴道 公主和公主 其实有天壤之别 不受宠 在这身宫之中是原罪 小柳死死拽住我 要我晚些再去御花园 我们等了半个时辰再去 听到一阵喧哗 是楚遥贪玩 跑到了湖中央 奴才们慌乱追随 结果冰面裂了 她眼看着就要掉下去 她嚎啕大哭 奴才们手忙脚乱营救 然而她们越往前 冰裂得越快 我站在大树后 冷冷地看着这一幕 小柳咬牙切齿 老天有眼 贵妃栽赃咱们娘娘 这回报应在她女儿身上了 最好淹死她 我解开身上的披风往前走 我得去救她 殿下您疯了 您忘了刚才 这么多奴才 楚遥死不了 顶多受点罪 可我需要一个契机 一个走到兰贵妃身边 走到父皇眼前的契机 楚遥被我毫发无损地救下 我自己却掉入冰湖 发起了高烧 迷糊间我看到了母妃 她目光满是悲悯和担忧 姜儿 你为何不听我的话 好好地安静地活着 我哽咽难言 母妃 在这痴人的身宫里活着太难 我需要一些信念 让那些要你性命的人付出代价 便是我活下去的信念 母妃消散了 兰贵妃和父皇来看我 她装出贤良模样 轻轻为我掖背脚 我闭着眼 死死握住她的手 一声声地喊 别走 别丢下家儿一人 兰贵妃暗暗正脱 可我握得极紧 几个回合后 我缓缓睁开眼 看轻视她后 松开她的手 急尽挨挽 家儿认错了 我的目光转向父皇 眼泪大颗大颗往外滚 父皇 您是不是厌恶家儿 家儿已经没有母亲了 家儿不想再失去父皇 我哭着捧住自己的脸 父皇您仔细看看 家儿与父皇长得很像的 家儿不是野孩子 家儿不是 我弱弱地去牵她的手 家儿会对皇帝皇妹们好的 家儿还是有些用处的 父皇不要嫌弃家儿 不要处死家 父皇神色动容 有生以来第一次 他伸手搂住了我 好孩子 你是父皇的女儿 是大厨的五公主 谁敢说你不是 父皇拔了他们的舌头 我眼泪滚滚 可家儿的确是没有母亲的孩子 父皇拍拍我的背 怎么会 从今往后 蓝贵妃便是你母妃 我与楚遥生辰只差三天 又舍身就下了楚遥 蓝贵妃没有合适的理由 拒绝教养我 我如今既然倚入了父皇的眼 面子上的是他总要做好 是以锦衣玉食从不短缺 也让我与楚遥 一起上琴棋书画的课程 楚遥经常吃笑我 果然是贱人生出的贱种 你跟你死去的生母一模一样 我劝你安分些 不要做什么出格的事 来丢我和母妃的脸 只是面上虽然风光 李子却不知受了多少罪 蓝贵妃有的是 刁钻折磨人的法子 比如制衣的都是好不了 却被浸透了一瞻 就养得鱼尾魁之夜 她让我在中秋宴 这样的大场合穿着 养得钻心 我不能拖也不能挠 一场宴席下来 汗如雨下 又比如让我为 先皇后抄佛经 是正常的眷术 不过毛笔的笔身 是用铜烧制的 一场尘 几卷佛经抄下来 手腕都要断了 更别说我若是风寒 奴才们便往我饮食里 添寒凉之物 我若是中暑 奴才们便给我 备一些大热的饮食 小柳经常偷偷抹眼泪 他怎么能这般折磨殿下 这日子什么时候射头 我问他 小柳 你觉得三岁这儿 可以砍断五人荷抱的大树吗 这如何能 能的 我笑了笑 这儿会长大 只要今年累月 细水长流 不言放弃 再大的树也能被砍断 我可以 在我变强大前 在时机来到前 我必须得忍 虽然为我言请了名师 但我笨 琴棋书画没有哪样出挑 在父皇面前也唯唯诺诺 远不如楚遥娇俏大方 一年两年三年 蓝贵妃渐渐发现了我的用处 用来做楚遥的衬托 我的平庸怯诺 恰好可以衬托楚遥的聪慧大方尊贵 除此之外 楚遥若犯错 我还可以用来背锅 反正我性子软 把脏水往我身上泼我也不敢置身 楚遥也发现了我的好处 我虽琴棋书画不通 但刺绣功夫不错 且擅作江南各色糕点 每每蓝贵妃生辰 父皇生辰 又或者中秋 除夕这些重要日子 我都会亲手准备礼物 楚遥便会将这些东西抢走 宣称是她熬夜做的 她还会贬低我 母妃和父皇夸赞 不是因为你东西做得好 因为是我送的 若是你呈上去 估计他们连看都不会看 所以你应该感激我 因为我 你的一片心意才没有被白费 小柳气得很 其实不必那么生气 楚遥的话不无道理 若说这刀尖行走的日子 有什么暖色 那便是遇到了许燕 她是五皇兄的陪读 出自南郡许家 曾祖父曾观至宰相 不过到她父亲这一辈没落了 但她文采斐然 其设也出众 没有辱墨曾祖父的门楣 外人都觉我是蓝贵妃教养的公主 身份尊贵 唯有她 在宫外给我带了江南糕点 轻声道 微臣母亲也去得早 其后继母教养多年 继母素有贤名 只是 她顿了顿 措辞甚重 殿下这些年 很辛苦吧 她有一些很拙劣的讨好手段 比如在宫外 寻了什么新鲜玩意要送我 可只送我又太打眼 事已会让书童买上许多 每个皇子公主都有份 读读我的 她会找机会亲手送我 红着脸说 看着有趣就买了 不值钱的玩意 殿下不要嫌弃 有时受了委屈没出身便 小柳便会说 殿下再忍忍 届时嫁给许公子 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会好起来吗 这事道女人真难 哪怕贵为公主 也要靠嫁人来获得二次新生 许焰很好 可我还是想把命运 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机会很快来了 这日楚遥犯了滔天大错 夫子上课时问 大军压境 百姓惊慌 你们此时恰好在城内 该当如何 楚遥答 自然是速速离开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本公主乃千金之躯 难道还要与这些平民共存亡 夫子气得两眼发黑 打了他时下手心 斥责他不配受百姓供奉 不配当公主 楚遥何时受过这样的气 便指使内侍 乔装蒙住夫子的头 将他抱揍了一顿 内侍蛮横惯了 还露了首尾 夫子年迈 本有影集 这一顿毒打 要了他的性命 临死之前 他以血书奏折 恳求父皇为了天下子民 万万不可再继续纵容楚遥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何况夫子还曾当过 父皇的启蒙老师 他本以治事 是父皇亲笔书信三封 才请动他出山 因已年迈 没有那么多精力 担任皇子们的老师 才来教导我们几个公主 世事如同世父 是极严重的罪 夫子门声众多 加之楚送暗地里推波助澜 此事不仅朝野震动 在民间也激起巨大波澜 弹劾楚遥的奏折 秘如雪花 各个要求严惩 蓝贵妃和楚遥泪水连连 一再表示自己冤枉 震怒的父皇并不信 狠狠踹了楚遥一脚 孽障 朕怎么生了你这么孽障 蓝贵妃扑过去 陛下 千错万错 都是妾身没有教养好 陛下若是要杀人偿命 便将妾身这命拿去好了 父皇气得眼冒金星 甩开他入了殿内 留母女俩顶着烈日 跪在养心殿外 我与小柳站在暗处 看到这一幕 小柳高兴坏了 让她总欺负殿下 这次陛下定然不会再轻轻结果了 楚颂不知何时到了我们身侧 她轻声细语 父皇专宠蓝贵妃多年 不是那么好定罪的 小柳垮下脸 楚颂邪逆我 但父皇已经开始失望了 只是这失望 还不足以要自幽宠爱的楚遥性命 她的手顶了下假衫上那块突出的石头 啪哒一声 石头掉在地上 咕噜噜滚了几圈 楚颂笑容阴森 五皇妹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 推这一把 我深吸一口气 吩咐小柳 帮本公主先去拆还吧 小柳慌了 将我拉到一边低声道 殿下 你要去做什么 您不会是要去扔下这个罪吧 过往那些锅背了也就背了 此番人命关天 一招不慎 可是会掉脑袋的 大皇子他并不是好人 他是在利用你 我当然知道 可这儿砍倒大树 需要锋利的工具 此刻我与楚颂目标相同 互相利用 有何不可 半个时辰后 我将亲手做的 父皇爱吃的芙蓉水晶膏 托服内侍转交 而后便在蓝贵妃身侧跪下 扬声道 父皇 这一切都是儿臣所为 请父皇不要责罚蓝母妃和六皇妹 我们被传入内殿 我依字依据 而臣见父子为难六皇妹 心中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才指使内侍打了夫子 而臣本意 只想教训夫子 并不想要了他性命 千错万错 都是儿臣的错 请父皇 不要牵连无辜的人 父皇坐在高高的龙椅上 神色灰暗 真是你做的 我颤声作答 是 是儿臣 是儿臣让奴才们 拦在夫子出宫回府的路上 蓝贵妃抬眸 急急看了我一眼 父皇眉梢动了动 沉着脸端坐上位 未发一眼 反正我已经认下 楚遥眸底 喜色一闪而过 很快就眼泪诉诉 父皇 您现下该知道 这是错怪了谣 蓝贵妃跪倒在地 一副诚心认错的模样 无论如何 都是妾身教养无方 始终没能将家儿 从他生母那继承的性子掰过来 切身愿意领发 我重重磕头 七晚开口 家儿自知罪孽深重 此番需得以命相抵 父皇养育家儿多年 家儿未能有所回报 实在是不孝 父皇 国事繁忙 但您的身体才最是要紧 万望珍重 父皇总犯眼疾 若有来世 家儿愿做父亲案前的长明灯 只愿父亲一生光明 永远无忧 父皇神色更加忧深 示弱 装可怜 表明自己的一番真心 这些套路 都是这些年 我从兰贵妃母女身上学来的 兰贵妃皱眉 你给陛下惹下如此祸事 还想有来生的缘分 也怪本宫 你与姚儿 明明都是同样的父子教导 为何就是没把你性子转过来 父皇从高高的台阶上走了下来 他走到兰贵妃身边 兰贵妃大约以为 父皇是去扶他起来 娇若可怜地伸出手 然父皇手猛地一抬 狠狠一巴掌 扇在兰贵妃脸上 扇得他一个猎气 直接愣在原地 父皇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你教养无方 这一巴掌是你应得的 传指 兰贵妃叫女无方 犯下大错 降为妃 六公主言行有诗 只夺明珠公主的封号 收回封地 禁足半年 无诏不得外出 连下两道旨意后 父皇看向我 他侯姐滚了滚 一字一句 五公主处家犯下大错 重则四十大板 禁足三月 请留夫子家人前来观行 其实 夫子不是出宫 路上被打 而是在从府内乘马车 准备出城时被打的 我是故意说错 留下破绽 就是在明晃晃提醒父皇 凶手不是我 如此一来 他定会认为 我是被兰飞推出来顶锅的 但一如过往的很多次 父皇依然不舍得重罚楚遥 还是让我当了罪名 不过 我不失望 他也是 杀死母飞的刽子手之一 我从未渴望过 从他身上获取爱 但他对兰飞的爱 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痕 留夫子的家人来观行 行刑的内饰 并未流于力 打到第十版时 血便已经染红了我的衣物 小柳不顾阻拦 冲进场内 紧紧握住我的手 哭得声嘶力竭 刘夫人神色复杂 别过头去 四十版下去 我的命去了大半 只能咬紧牙根 保留最后一丝清明 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躯体 艰难走到刘夫人面前 撑着最后一口气缓缓跪倒 刘夫子是个好老师 刘夫人 楚 楚家在此向您谢罪 说完这一句 我双眼一黑 晕了过去 再度醒来 是在五日后 小柳的眼睛肿得像桃子 又哭又笑 殿下 您总算醒了 陛下来看过您 带了许多赏赐 还吩咐太医 用最好的药材救治 若是太医院没有 便去陛下撕库离取 奴婢真是不明白 陛下到底是何意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不舍得楚遥性命 却又必须堵住悠悠众口 权衡之下 便推了我出去 但我好歹是他的骨血 让我受了这样的委屈 险些丢了半条命 他内心有愧 才如此弥补 小柳叙叨叨 大皇子也这人 悄悄送来了许多药材 还有五皇子 也悄悄来看过您 眼圈都红了 我打断他 问 父皇这几日 可有去看过兰妃 小柳露出喜色 不曾 奴婢一直留意着动静 兰妃请见了陛下两次 又在陛下下朝 必经之路上唱曲 但陛下都没理呢 听说兰妃在一昆宫 发了好大的脾气 端进去的饭菜 几乎原封样又端出来了 这些年他圣宠无边 连续五日 都不能见到父皇的面 恐怕还是头一遭吧 他没想到 牢牢攥在首心的帝王心 有一天也会失控 小柳满是西记 殿下 兰妃以后 是不是就彻底失宠了 我摇摇头 说起来 父皇一开始定下的正妻 本是兰妃 不过 为了争夺皇位 他只能娶了先皇后 委屈青梅竹马兰妃作妾 白月光真爱迪加愧 想要扳倒兰妃 得是父皇无论如何 也无法原谅的恶行 一般来说 最好的罪名是谋反 可他膝下无子 只有二皇姐和六皇妹 两个女儿 所以 要指证他母族谋反 莫说父皇 朝臣们恐怕都不信 小柳沮丧极了 如此说来 咱们这辈子都斗不过他了 我看向窗外被晒粘的枝条 静静道 总会有法子的 我要他死 死得毫无尊严 人人唾弃 不止死在父皇的手里 也在父皇的心里 永远死去 你悄悄去给大皇兄传个信 就说时候差不多了 天热 你再去小厨房 做一些绿豆波仔糕 记得动静闹大点 小柳不明就里 但还是按吩咐去做了 波仔糕前脚刚坐好 楚遥后脚就到了 未显贤良 蓝飞让我与楚遥同住在方飞宫内 不过他住的是 宽敞明亮舒适的西殿 而我住的是 由库房改建的东殿 父皇将我们禁足 但方飞宫内 还是能自由出入的 楚遥静止走到床边 掀开我身上的薄被 护甲戳入我受伤的大腿处 江江截出血痂的皮肉 瞬间溃裂 痛得我直吸凉气 他护甲在伤口处撵了一圈 微笑着说 算你识趣 知道将罪责揽在自己身上 这些板子 要是打在本公主身上 本公主恐怕早就没命了 哪像你呀 跟你生母一样 命又贱又硬 你可要养好身子 不然以后本公主再惹麻烦 可怎么办呢 小柳低着头 气得双手紧紧捏着餐盘 楚遥腻了她一眼 这点心不错 母妃近日心情不佳 不思饮食 献给她倒是合适 她招招手 身后婢女上前 来夺小柳的托盘 小柳不肯撒手 我低声道 松开 楚遥从那碟糕点中 随意粘起一块 用力塞进我嘴里 咯咯笑着 为防你下毒 你先吃 她亲眼见我咽下去 才大摇大摆地走了 波仔高自视无毒 小柳眼珠子瞪得滚圆 真该下点鹤顶红 毒死这对蛇蝎母女 我吩咐她 你盯着点 看兰飞有没有吃那糕点 晚些时候 小柳来回话 禁足的女儿 还能惦记着 给母妃准备食物 兰飞大为感动 那叠糕点吃了不少 以后每日换着花样 做一些糕点小食 小柳凑过来 压低声音跃跃欲试 下毒吗 奴婢有珍藏的鹤顶红 我拉住她 别乱来 我自有打算 傍晚时 御膳房照例送来晚膳 那内饰手脚笨拙 将菜摆好后一抬头 朝我浅浅一笑 殿下 竟是许燕 小柳机灵 立马去门口守着 她眼眸中带着浓浓雾气 语气哽咽 殿下受苦了 微臣知道殿下是冤枉的 日日忧心 夜不能寐 是以财糖突来见殿下 她在衣袖中 掏出一块帕子 微臣给殿下 带了您最爱的糕点 帕子展开 里面的糕点 却被压扁了 许燕面色颓然 微臣真是没用 就连这点小事也做不好 我将糕点接过 咬了一口 就算变了模样 味道还是一样的 你有心了 许是我的话 给了她鼓励 她满面飞红 从胸口摸出一块玉佩地给我 这是母亲给微臣留下的遗物 殿下 微臣定会下功苦读 争取明年高中 到那时 到那时若是殿下不嫌弃 微臣便向陛下求取您 见我没说话 她壮着胆子 将玉佩轻轻放我手里 弟弟说 殿下 微臣知你苦 再忍忍 微臣定不会让你失望 父皇下旨罚我 又敬我足 她此时来看我 表露心计 其实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的 字母飞死后 我不曾被人如此真心又真重地对待过 我没有将玉佩还回去 只催促她快些离开 免得招惹麻烦 许燕一再叮嘱我 好好养病 让我低调些 才依依不舍离开 小柳开心的眼眶都红了 殿下 许公子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呢 等您嫁给她 一切就好起来 我信她此时的真心 可若想长久的幸福 还得去掉后顾之忧 父皇是打定主意要晾一晾兰妃 竟一连半月都没往一昆宫里去 而前朝这时候也有了动静 父皇已年近四十 身体大不如前 太子之位悬而未决 又有臣子就是重提 让父皇策立太子 几位皇兄皇帝中 最初挑的是大皇兄和四皇兄 他们都是先皇后所出 无论谁做太子 谁继承皇位 兰妃和楚遥 还有背后宋家的日子 恐怕都不好过 而且这次父皇的怒火 大约让兰妃开始警醒 将未来寄托在枕边人的爱上 是虚的 他得有更实质的东西傍身 比如 一个皇子 如果有了儿子 他就可以扶儿子当太子 当时候兰妃就是太后 宋家就是国旧家族 此前兰妃也想要儿子的 只是太医条理多年 均是无用 眼下病急乱头衣 这宋家从宫外带了的道姑 悄悄进了宫 而这一日 我吩咐小柳去做芙蓉水晶膏 外祖父母曾经营着江南最大的糕点房 母妃秉承了外祖父的手艺 当初她能进养心殿 便是因为这一手艺 那时宁翠宫与冷宫无异 为了打发时间 母妃便教我与小柳做这些糕点 做好后 也能送些给侍卫内奸们 让我们少受些为难 芙蓉水晶膏 是兰妃和父皇最喜欢的糕点 小柳嘟嘟囔囔的 她次次尽心竭力 却总是为他人做嫁衣 难免有气 我叫住她 糕点小柳其实做了两份 有问题的被楚遥端走 没问题的想法子 送到了父皇眼前 这些年 我在父皇近身的福内室身上 不知用下去多少金银和精力 只提了这一次请求 那便是将糕点呈给父皇 天色擦黑 父皇到了 他坐在床边 烛火照亮了他病边的白发 眉眼间一派雌妇模样 伤口可还痛 我摇摇头 有父皇关切 已然不痛了 父皇知道 刘父子的事不是你的错 你可对父皇有怨 我伸手 轻轻握住他的衣袖 佳儿愚笨 素来不如六皇妹 会哄父皇开心 纵使敬重父皇 一片孝心 也不知该如何表 是以见父皇为难 才主动揽下罪责 那时佳儿失去生母 奴才们都可欺凌 是兰姆妃养育了佳 六皇妹是兰姆妃亲生 又美貌聪慧 兰姆妃略偏心些 她是人之常情 佳儿若是极度怨恨 岂不是辜负了父皇当初 将佳儿交给兰姆妃的爱护之意 父皇神色动聋 握住我的手腕 深深叹息 你也是朕的女儿 有时也可不必如此懂事 教养之恩不敢忘 我抬眸看向父皇 佳儿许久未见兰姆妃 听说她近来不思茶饭 瘦了许多 我满目哀求 身为女儿不能侍奉左右 实在不孝 佳儿行动不便 又在禁足期间 父皇可否陪佳儿一起 去见见兰姆妃 父皇皱着眉板着脸 朕知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我拽着她袖子轻轻晃 父皇 就这一次 就纵容加上任性这一次 罢了 你一片孝心 她让奴才抬了软叫让我做 快出院门时 楚遥飞奔而出 替泪如雨 父皇 父皇是不要摇了吗 别急 这场好戏 当然要让你亲眼看到 我低声恳求 父皇 六皇妹如今也收了性子 她许久未见兰姆妃了 母女怜心 还请父皇开恩一次 楚遥被允了随行 她凑到父皇身边 一会儿装可怜柔弱认错 一会儿又撒娇痴缠 没多久 父皇的脸色便缓和了不少 她在哄父皇的间隙 偏头看我 挑了挑眉 仿佛在说 看吧 我才是父皇最爱的女儿 我们一路到了一昆宫外 因为我与父皇说 要给兰姆妃一个惊喜 是以父皇下令 不准通传 我们一路往里 往日一昆宫灯火通明 今日却烛火暗淡 奴才们都是见惯了父皇的 素日大大方方 今日却浮倒在地 浑身止不住地打战 父皇已察觉异样 加快脚步往寝殿走 寝殿外并无奴才侍奉 殿内的烛火 映出两个纠缠在一起的人影 浓浓的喘息声 在死寂的空气里荡开 男人于关键处停下动作 挑逗发问 娘娘是微臣厉害 还是陛下厉害 兰妃呼吸粗重 滴滴道 陛下毕竟年纪大了 如此 本宫真的能一举得难吗 当然 父皇捂着胸口 浑身发颤 扶内奸扶着她 陛下 陛下 宣太医 快 父皇一把甩开她的手 冲上前一脚踹开了寝殿门 楚遥一边往里冲一边尖叫 母妃 你疯了吗 你在干什么 这一声凄厉又高亢 惊飞了夜鸟 恐怕相邻不远的宫殿 也都听见动静了吧 父皇处理绿帽子 我自然不便进去围观 隔着敞开的门飞 我看到橙芙蓉膏的碟子还在 里面空空如也 我看到穿着赤色鸳鸯杜兜的蓝飞 看到父皇时 一脸的驼红情朝刹那间 退进 我看到楚遥冲上前 使劲摇晃她 问她是不是失心风 怎么能如此行事 我看到父皇冲到茶室 提着一把配件出来 一件便冻穿了那个25岁左右肩肤的胸膛 她依然不解恨 拿着剑对准蓝飞 朕对你一片真心 宠你护你 你竟做出这样的事 朕要杀了你 该我出场 天火加柴 顺便将自己摘出来了 我一瘸一拐冲进去 扑到蓝飞前面挡住 父皇 父皇莫要冲动 或许这一切都是误会 父皇的剑尖擦过我的脸 带出一道细细血痕 看来就算我不扑过来 这一剑也顶多削去蓝飞的皮肉 圣怒之下 她依然不舍爱人性命 她双手颤颤 你让开 朕要亲手杀了她 蓝飞瑟瑟发抖 泪如雨下 她急急辩解 陛下 陛下 妾身是被陷害了 她推开我 紧紧拽住父皇的长袍 陛下久久不愿见妾身 妾身心里好慌 妾身想有个儿子傍身 一开始 这倒是是做女人装扮的 妾身以为她是道姑 才让她进内殿做法的 哪想到她居然是男儿身 法做到一半 妾身变 变心养难耐 她伸手指向我 目光足可吃人 陛下知道的 妾身素来端庄 一定是被人下了药 才会如此 是她 楚家一直对妾身怀恨在心 她故意用这样的手段 报复臣妾 我一脸惊诧委屈 没有 没有的事 儿臣为何要报复兰母妃 还是用这样的手段 而且 儿臣一直在禁足 根本没有出过方非公的门 兰贵妃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话 她无法解释 因为那会暴露她栽赃陷害 我母妃的事 倒是楚遥反应过来 父皇 今日母妃吃了楚家做的芙蓉膏 定是那糕点备下了毒 兰贵妃诧异地瞧了她一眼 到此刻才发现 一直被心爱的女儿蒙在鼓里 不过眼下活命要紧 她很快复合 对 就是那糕点有问题 陛下 妾身是被陷害了呀 陛下 我跪倒在地 眼泪扑素素往下掉 芙蓉膏本事沉坐来自己吃的 是六皇妹从而沉着直接拿走了 父皇圣怒不已 你们母女这些年 一直欺凌家 将她的功劳据为己有 真以为朕不知道吗 朕爱中你们 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可怜家还一心记挂着你 想方设法让朕与你和好 那芙蓉膏朕也吃了 怎么不见有问题 放开朕 你让朕觉得恶心 兰妃如何肯 只苦苦哀求 陛下您忘了吗 妾身与陛下青梅竹马 您曾答应要娶妾身为后的 我赶紧附和 父皇 兰母妃此番一定是出饭 从前送家送入宫的都是女子 而臣可以保证 父皇脸色越发难看 冷笑 你如何保证 她做这些龌龊事 难道还会告诉你 不过是这次 恰好被朕碰见了吧 她越想越气 挥动手中长剑 刷了一下 一道深深的剑痕 从兰妃的左额划过眉毛 擦过鼻尖 再刻入右边脸颊之中 兰妃捂着脸 尖叫不止 楚遥本来还想求情 此刻直接吓傻 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发泄完怒火 父皇也死老了好几岁 其实冤不冤枉的 也不那么重要了 父皇亲眼见到兰妃与道士苟和 还切耳听到 陛下年纪大了这样的话 他们之间的情谊 再也回不到当初了 父皇精疲力竭 嗓音沙哑 传指蓝妃大不敬 即刻起贬为庶人 打入冷宫 六公主迁居宁翠宫 飞赵不得外出 说完这一句 她似乎耗尽了全身的力气 两眼一翻 晕了过去 楚遥回过神来 手脚并用爬过去 父皇 父皇 母妃犯错 与瑶儿合肝 为何要让瑶儿迁居 父皇您醒醒 府内间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一面安排嬷嬷 赶紧将楚遥带走 一边这太医为父皇诊治 一面召唤侍卫 赶紧将宋兰拖下去 楚遥历声高呼 父皇 父皇您醒醒 母妃心中只有您 她肯定被陷害了 瑶儿更是无辜的 摩摩们拽着她从我身边过 她伸出脚来踹我 都是你 都是你这个箭种 要不是你提议来看母妃 什么事都不会有 本公主要将你千刀万剐 我退后两步 又皇妹小生鞋 这难道是什么光彩的事 你如此嚷嚷 是想让整个皇宫的人 都知道蓝树人思通吗 府内侍逆了楚遥一眼 吩咐道 六公主高烧失智 胡言乱语 把她嘴堵了吧 弄走了楚遥 侍卫们上前抓蓝树人 宋兰尖叫抗拒 滚开 本公是贵妃 你们这些箭种 如何配碰本公 她反抗的厉害 还抽了为首的侍卫长一巴掌 侍卫长来了火气 沉声道 我们都是陛下 亲选的御前侍卫 难道比不男不女的 道士身份剑 蓝树人能语到是颠缆捣缝 却嫌弃其我们来了 宋兰被噎住 羞愧 悔恨 愤怒 齐齐在脸上交织 让她满是鲜血的脸 面目可憎 侍卫们趁机拿住她 直接拖了下去 她立声高呼 陛下 陛下 是楚家这个箭种陷害妾身 是有人陷害妾身 可惜父皇已然昏死 听不到了 父皇昏迷不醒 一干皇子和公主 都赶来是急 他们心急如焚的后 在养心殿骗殿 兰飞被废为庶人 楚遥迁居 估计都已经命手底下的人 在拼命打探 这一夜 到底发生了什么 唯有我 常跪在养心殿外 府内侍来劝我 五公主 陛下尚未苏醒 您现在跪着有何用 奴才多嘴说一句 这件事 您还是不要犯糊涂 谢谢福公公好意 他毕竟养育本公主多年 有些事不做 有些话不说 良心难安 府内侍叹口气 走了 他刚走不久 大皇兄过来了 他垂眸瞧我 低声责备 你怎么没想法子 让父皇直接刺死他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他在父皇心中的份量 你是知道的 若是被他翻了身 我们都没有好果子吃 我抬头腻他 冷吃一声 大皇兄 我们是同盟 我并非你的下属 大皇兄有洪湖之志 尚未如愿 而我独身一人 早已做好抵命的准备 所以要担心 东窗事发的只有你 大皇兄正住 不过很快就弯腰作一 刚才是为兄请几了 你我是亲兄妹 如今又在一条船上 万望珍重 夜深了 众人有些昏昏欲睡 五皇兄处约出来方便 见我仍跪着 这下面的人 给我披了个披风 第二日午后 父皇醒了过来 下指让我起来 却不愿见我 听说他精神萎靡 食欲不振 失魂落魄 不过还是雷霆手段 下令灭了宋家满门 我与小柳 每日都会在小厨房 做好精致食物送过去 可父皇都不用 我每日都要在养心殿外 跪上两个时辰 小柳很不解 殿下 您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在稳固自己的位置 洗清自己的嫌疑 蓝树人犯下大错 父皇定然不愿 再想起提起 更不想见到 与这件事有关的任何人 包括我 可这深宫里 见面三分情 若他不见我 就代表我失宠了 那些曾经在宋蓝手里 受过苦的人 难免不会将我 当作发泄的对象 届时我的处境 就会很危险 再者 父皇不会认为 自己有错 他只会觉得 我能为苛代自己的蓝树人求情 那必然对他这个 尚算宽厚的父皇 没有怨恨之意 他会认为 我是个有孝心 懂感恩的忠厚孩子 小柳低声毒弄 还有这么多门道 奴婢要是主子 怕早死了八百回了 第七日 父皇总算愿意见我了 他头发白了一半 精气神像是都被抽走了 老了许多 我刚要开口 他便打断我 若你是非不分为他求情 朕便将你一道打入冷宫 我深深拜倒 一字一句而沉之错 毕竟母女一场 而陈情指 见他和六皇妹一面 父皇摆摆手 准了 你去吧 我退到门口 又停下脚步 温声细语 父皇定要保重身体 而陈希望未来出嫁 为人母为人祖母时 都能与父皇报喜 父皇嘀嘀咬两声 缓和了语气 朕知道了 秋日光景正好 冷宫却阴气森森 一片死寂 门锁已经生锈 内室满头大汉转了好几次 才听见嘎吱咬合的声音 吱嘎吱嘎 我听了一阵沙哑难听的歌声 听闻当年父皇拜访宋家 听到美妙如黄音的歌声 再见到美貌娇柔的宋蓝 一见倾心 看守内室苦笑解释 她不分白天黑夜在唱 五公主千万别被吓着 在网里 终于见到了宋蓝 她还穿着那日备废的衣物 背对着我 哀怨开口 陛下 您终于知道 臣妾是冤枉的 来看臣妾了吗 我勾了勾唇 是我 宋蓝猛地转身 脸上那道长长血痂 在怒火下不断发抖 惊得小柳嘀呼一声 一把蓝在我面前 宋蓝的目光满是愿赌 别想看本宫笑话 本宫与陛下少年夫妻 二十年来情深义重 陛下没有处死我 便可知他心中是有我的 我笑了笑 你说的有道理 我此番能来见你 也是父皇首肯 我给你带了些换血的衣物 还有梳妆用品 小柳上前一步 将包裹展开 里面是一身带血的稻袍 我笑得越发温和 你当了我那么多年母妃 我无以为报 你那么喜欢和那个道士苟且 觉得她年轻力壮 所以我花了好大的功夫 才将这身衣服 从那道士身上包下来呢 我展开那衣服朝宋蓝走去 来 母妃快看她喜欢吗 道桃胸口染了许多血 如今早已干涸 那晚的记忆 肯定已经开始攻击她了 宋蓝连退几步 脸色惊恐 你别过来 别过来 我一个眼神 小柳上前按住了她 她本就身胶体弱 受伤后又不曾医治 在冷宫里更是没什么吃食 所以不管如何用力 也正不脱小柳的前置 我将那血衣死死裹在她身上 怎么样 这衣服上还有那道人身上的味道呢 父皇年纪大了 还是年轻人更有精力 母妃您快闻闻 她拼命挣扎 厉声尖叫 你个小贱人 好大的胆子 等陛下重新宠爱本宫 本宫定要将你配给京都 最下见的乞丐 我笑着从包袱里 拿出一面崭新的铜镜 刷的一下 对准了她的脸 镜子里是怎样的一张丑陋的脸啊 那道长长的疤痕 贯穿了整张脸 如同恶魔留下的爪印 宋兰眼珠越瞪越大 想要伸手打翻镜子 偏偏够不到 她使劲偏头 不 这不是我 我一把将她脸掰过来 逼迫她指示 你看清楚这张脸 又老又可不 偏偏你还跟其他人睡过 父皇后宫美女如云 就算一时心软想起了你 看到你这张脸 也会失去兴趣的 若让她再见你 只会更加憎恶你 宋兰疯狂呐喊 不 不会的 陛下最爱本宫了 是你 都是你这贱人害我 我抡起胳膊 左右开弓 甩了她竖个巴掌 然后死死捏住她下巴 问 被冤枉被陷害的滋味 难受吗 你当初不就是这么 对我母妃的吗 不过我母妃没你贱 她这一生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 可不像你 不男不女的道士 也下得了口 你才是真正的贱人 宋兰眼底充满了血丝 狠狠盯着我 恨不得将我生吞活泼 我却笑得更加灿烂 对了 我过来还想告诉母妃 一个好消息 宋家被租了三足 跟我外祖家一模一样呢 你年迈的父亲 病重的母亲 刚抱上孙子的兄长 无意幸免呢 不过父皇心善 到底没有租九族 我甜甜地问 是不是个好消息 楚遥跟父皇长得 一点都不像 都是有几分神似 你娘家表格 我准备 在父皇内上点眼药 到时候 把她赶出宫 将京都最下见的乞丐 配挤她做夫君 你觉得如何 宋兰眼珠子翻白 浑身不住颤抖 最后受不了巨大的刺激 晕了过去 小柳上前给了她几巴掌 她也没醒 我站起来 居高临下看着地下的一团 冷漠地说 把道士衣服收走 别留下痕迹 给她弄几面结实些的大镜子 和一些漂亮衣裳吧 小柳捏着拳 奴婢知道 衣服上尽点鱼尾葵的枝叶 让她也体会下您当初的痛苦 再吩咐下面人 给她准备些输精活血的药物食材 如此一来 她脸上那道疤 就更难痊愈了 说着说着 她压低声音 要不毒死她算了 奴婢有陈年贺鼎红 我横了她一眼 一天到晚 想着用那陈年毒药 莫非再不用 就过期失效了不成 见她还跃跃欲试 我吩咐道 不必了 有人比我们更急着斩草除根 何必脏了自己的手 从冷宫出来 秋日的阳光落满我一身 天很蓝 云朵如棉花 一般柔软 母妃 你看到了吗 我为你报仇了 虽然花了近十年 可我做到了 母妃 放心吧 我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弱小的 只能站在你身后的楚家 我如今强大了 能保护自己 也能保护你 母妃 若有来世 我来当母亲 你来做女儿 换我来爱你 换我为你挡去 这人是风霜雨雪 奸恶龌 凝翠宫和冷宫皮帘 出了冷宫 沿着永道行百来步 便听到凝翠宫里 传来楚遥发怒的声音 该死的奴才 这饭菜都凉了 你们也敢给本公主端上来 不怕本公主告诉父皇 让他砍了你们的脑袋吗 宁翠宫的门外 有侍卫把守 我抬步朝里走 楚遥正将 杯斩茶碟抓起 一股脑全摔在 来送餐时的内饰身上 有个碟子不偏不倚 砸在内饰头上 他来了火气 阴阳怪气 六公主 今时不同往日 蓝树人坐下那等龌龊事 被打入了冷宫 您迁居这您翠宫 其实跟入冷宫 也没什么两样 我看您就不是陛下的种 楚遥怒急 冲上去要抽内饰巴掌 你胡说八道什么 本公主撕烂你的嘴 只是既然已经撕破脸 内饰也不怕 一个侧身就避开 还顺便推了楚遥一把 楚遥跌倒在地 内饰抬着鼻孔轻蔑道 既然奴才送的饭菜 六公主瞧不上 那往后奴才便不送了 六公主就饿着吧 楚遥厉声尖叫 狗奴才 你好带的狗胆 本公主要让父皇诛你九族 内饰翻了个白眼 毫不在意的转身 行啊 奴才叫小方子 等您能见着陛下 她的目光与我相接 剩下的话 硬生生被堵在喉咙眼 惊惧 恐慌瞬间爆满她的眼球 她扑通一声跪下 不住磕头 奴才参见五公主 五公主饶命 五公主饶命 如今和宫的人都知道 蓝树人被废 并未牵连到我 且我还日日 在陛下面前侍奉汤药 可见恩宠 温度正好的秋日 她抖落筛糠 额尖冷汗层层 等她约莫刻了五六十个 我才摆摆手 下去吧 那内饰如蒙大赦 连滚带爬地走了 楚瑶亲历了内饰的嚣张 也目睹了 她对我深入骨髓的畏惧 我微笑着看她 一字一句 楚瑶 有句话你说得很对 公主和公主 真的不一样呢 你看 如今你成了人人厌弃的野种 而我是尊贵的五公主 楚瑶满是血丝的眼睁大 咬牙切齿 楚家 你总算露出真面目了 你别高兴得太早 父皇最宠爱的是本公主 等她气消了 一定能想起本公主的好 我比了个虚的手势 别吵 你听 楚瑶怨恨又狐疑地看我 我挑了下眉 走近她 低声问 你没听到吗 和公的奴才 都在悄悄议论你生母 跟道士苟且的事 他们还说 当时是你们母女一起享受呢 楚瑶瞪大眼珠 胡说八道 你胡说 不止如此 他们还说 你跟父皇一点都不像 你肯定是你生母 跟其他野男人狗和所生 你长得跟你生母太像了 父皇只要一看到你 就会想到那个晚上 你生母的赤色鸳鸯肚兜 在空中飘荡的情景 你说 她还会不会想见你 她会不会跟那些奴才们一样 觉得你不是她女儿 而是你生母 和不知哪个野男人生的剑种 楚瑶崩溃了 胡说 本公主要杀了你 本公主是父皇女儿 你才是剑种 愤怒间 她抬手抽了我一巴掌 她这些日子心里焦脆 又没有好好吃饭 这一巴掌并不痛 但我肌肤焦嫩 半边脸都红了 很好 目的达成了 小柳怒急 冲过去想弄她 我一把拽住她 走吧 别跟野种一般计较 楚瑶发疯一般 本公主是父皇的女儿 你才是野种 你全家都是野种 我快步走到门口 故意用红种的脸 对着两个侍卫 吩咐道 你们看紧些 若让六皇妹出了这张门走丢了 到时候 父皇追究起来 出了凝翠功 我便加快了脚步 小柳气喘吁吁地跟着 殿下您这是要去哪 去养心殿伺候父皇 可您的脸得快些上药 我笑了 那本公主这一巴掌 岂不是白挨了 只是楚瑶手上力气小 我紧赶慢赶 到了养心殿附近 脸上的红种 已经消退了些 我躲让到僻静处 狠狠给自己来了一巴掌 又戴上面纱 入养心殿时 正好赶上 服内饰酱熬好的汤药送上 此前 这汤药都是我侍奉送福的 我温柔又恭敬 低声劝慰父皇 要钉药趁热喝 但他一直盯着我的脸 问 怎么戴着面纱 午后被蚊虫叮咬 脸上红了一片 恐吓着父皇 过而戴着面纱 既身体不适 便好好歇着 镇这里又不缺伺候的人 我温柔小依儿臣 当然知道 父皇不缺伺候的人 可儿臣愿意 说句大不敬的话 儿臣从前想这般尽孝 都没有机会 父皇不要嫌弃 第二尘手脚笨拙就好 父皇拍拍我手背 默然将汤药尽数喝下 我因为多发眼 直到我退出请殿 轻手轻脚要叫门和尚时 他突然叫住我 家儿 你刚才是不是去见过他和楚遥了 我的手一颤 轻声回 是 他眼眸发冷 朝我招手 你过来 我走到床榻边 他伸手一扯 我厚厚的面纱被拽落 露出旗下红肿的脸 父皇震怒 咳还咳 是他还是楚遥打的 我跪倒在地 是 是蚊虫咬的 一点都不痛 父皇莫要追究了 府内侍很快奉上调查结果 五公主给六公主送了许多衣物 吃食和首饰 还惩治了不恭敬的奴才 但六公主她 她给了五公主一巴掌 宁翠宫的侍卫们都瞧得真真的 五公主未发一言 带着婢女便走了 父皇冷笑 到了这一步 她依然不知悔改 今日赶长乖亲姐 明日是不是就要对镇这个父皇下手 太医正在给我上药 父皇瞧向我 恨铁不成钢 身在皇家 一味心软良善 不是好事 到了朕的面前 你都不张嘴喊冤 朕怎么就生了 你挣个面团子女儿 我是个面团子 少不得她这个铁腕帝王 来出这个口气 楚遥不敬皇姐 心存怨队 被父皇罚出宫 去皇家安堂禁私几过 安堂在宫外 宋家人又都被灭 往后楚遥的声音 恐怕再也无法传到父皇耳中了 至于我 父皇家封我为端柔公主 赐了封地 十亿三千户 此前 只有宋蓝所出的二公主 和楚遥有封地 不过他们的是须风 名头好听 并无封地的实际管辖权 又是半月 父皇身体渐渐好了 但宋蓝此前被我一番刺激 精神有些失常 加上冷宫生存条件恶劣 她重病不起 临死前 苦苦哀求 见父皇一面 我随父皇去了 她竟忍住了对我的怒火 温言细语地认错 屡屡提及昔日种种 请求父皇能将楚遥接回 父皇神色畅往 似有所松动 我伸手 后的围慢 宋蓝疤很可怖 衰老的脸暴露出来 父皇惊得连退几步 再也不愿听她诉说 转身匆匆离开 宋蓝在身后立声喊 楚元白 说好的一声一事 你为何负我 你为何负我 这一声质问之后 她断了气 死在了冷宫 也彻底在父皇的心中死去 宋蓝的尸体被草席一卷 扔出宫 或许扔在了某个乱葬岗 被野狗野猫啃食吧 那一夜 我和小柳关起门 喝了许多酒 小柳眼泪速速地掉 殿下 咱们娘娘的愁 总算是报了 您这些年的隐忍 吃的苦总算没有白费 我偏着头问她 你觉得 害死母妃的 只是宋蓝吗 小柳抿着唇 凉酒后握住我的手 道 殿下 到此为止吧 娘娘一定希望您好好活着 等许公子高中 您便嫁给她 远离这皇宫 平平淡淡过一辈子 身在皇宫 便四处都是暗涌 不会有平淡的时候 宋蓝死后不久 京都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养心殿早早燃了地龙 我如今已经挪到 方菲宫西殿 内务府早就送了 足足的银丝探 这日在御花园 遇到大皇兄 他问我 此间尘埃落定 你可要出宫 去你生母坟前上一炷香 以告慰他在天之灵 我偏眸深深瞧他 问 我生母葬在何处 城东青城山风景秀丽 为兄将你母妃安置在那里 青城山上的青城庙 香火急望 正好借着冬至 你可跟父皇说出宫祈福 我思存少许 浅浅一笑 好 一切听大皇兄的安排 回宫后门一关 小柳叽叽问 殿下 大皇子恐怕是要对您不利 娘娘的先体不适 我捂住他的嘴 我知道 但我得去 您这不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对啊 既然知晓他的猛虎藏在山里 我们便可以早做防范 若是这次不去 下次便不知 他会将老虎藏于何处 可您久居深宫 如何防范 我转动着茶盏 问 你说 皇兄皇帝们 会不会都想当皇上 小柳一惊 做贼一般私下里看看 那还能不想 若您是男子 奴婢也得怂恿您 去争一番 届时娶许多美貌夫君 日子过得不知多美 呵 我竟不知他 还有这等心思 我笑着戳他的头 既大皇兄如此着急 谢莫杀驴 那我们便将计就计又如何 小柳恍然大悟 奴婢明白了 山间大雪 父皇本不许我出宫 可架不住我撒娇卖吃 又掉了两滴眼泪 他还是隐了 但预备派一百个侍卫随行 大皇兄皱眉 父皇 冬至亦是百姓 近山祈福是大日子 若是派如此多侍卫 大张旗鼓 恐怕不妥 我负荷道 大皇兄说的是 如今大楚 在父皇治下国泰民安 青城山也一向太平 从未听过有匪患 而臣想为父皇祈福 为大楚祈福 若是因此惊扰了百姓 那这祈福便没有意义了 多二十个侍卫 乔装打扮一番 随而臣出行 足可护而臣周全 一连下了三日的雪 到冬至这日 老天爷突然放晴了 实在是天公作美 我换了长服 做寻常世家女子打扮 在二十个侍卫的护卫下 一路上了青城山 山间积雪未化 层层叠叠落在翠绿松柏枝上 有时微风拂过 树叶沙沙 落雪素素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 偶有几只飞鸟 不畏严寒 展翅高飞 此情此景 端得叫人心胸开阔 一路上遇到许多上山之人 有奴仆众多的世家公子小姐 亦有不一粗福的贫苦百姓 好容易到了山顶 一一拜完 各佛一抬头 发现许燕竟朝我吻吻地笑 我出了大殿往禅房走 她追上来 递给我一根签 脸色飞红 五皇子殿下跟微臣说 今日殿下会来祈福 微臣早早变道了 是才求了一根姻缘签 是上上签 微臣 话未说完 外面突然传来惊恐救命之声 小柳与我回头快走几步 只见刚才还一片宿木祥和的寺庙 此刻慌乱一片 竟有匪徒纵马而入 马蹄高高抬起狠狠落下 瞬间就像一个三岁小儿踩去 那孩子的母亲 好哭上前 被匪徒一刀抹了脖子 在雪地里撒下刺目的红 百姓们惊慌失措 四处躲闪 匪徒纵马乱踏 狂妄的笑声在山顶刺意回荡 侍卫们已经反应过来 将我围在中央 殿下 在院内的约莫有五六十人 外间恐怕还有匪徒接应 属下们先护送殿下去后院 他们推着我往后院走 许燕四下傻了斑 愣在原地 慌乱中还是我伸手拽了他一把 他才跟上我们的脚步 到了后院产房 这里已经聚集了一大堆避难的人 有不少世家子弟也带了家丁 只是这些家丁只是有些看家护院的本事 而那些匪徒明显武功高强 领头的侍卫李虎安顿好我后 悄悄爬上屋顶查看情形 回来后脸色很难看 殿下 整个寺院都被团团围住了 属下粗略估计 匪徒至少有三百人 各个都是练甲子 属下现在做两手应对 一是发求救烟雾 只是据属下所知 此处附近三十里都没有驻兵 另外 属下还会着人从后山溜出去搬救兵 只是雪地难行 一来一回至少四个时辰 恐怕 许燕身体发颤 惊慌发问 那该如何是好 李虎递给她一把刀 听说许公子有骑射功夫 这个给你 关键时刻可帮着护卫殿下 许燕守不住地抖 第一下竟没接住那把大刀 她弯腰狼狈地捡起来 尴尬地点头 好 屋外 匪徒狂笑不止 百姓惊叫连连 屋内 众人面如菜色 有些胆小的已经晕了过去 我深吸一口气 阳高声音 眼下局面硬碰硬必然不行 既是山匪 想必是涂财 钱财乃身外之物 性命才是最要紧的 我吞下拆还尔氏 命小柳和侍卫们 都将银钱尽数拿出 其他人见状 也纷纷开始取簪子拿银子 短短功夫 便已经收罗了满满一盆财物 寺庙的方丈 也将店内的香油钱尽数奉上 李虎拿着这些财物出门交涉 然对方只瞧了一眼 便哈哈大笑 声音震天 这些个破铜烂铁打发谁呢 老子的钱多的三辈子 都花不完 我可是听说 今日有宫里的贵人 到寺庙来烧香了 我当了这么多年土匪 还从来不知道 宫里的公主和娘娘们 是什么滋味 我今日就是冲 这宫里的贵人来的 只要他乖乖出来跟我走 其他人的命我瞧不上 若是不出来 他姐姐怪笑 那我便一把火烧了这寺庙 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产房内众人一片慌乱 为了活命 大家都在互相询问 哪个贵人 匪徒说的 宫里的贵人到底是谁 原来如此 这便是大皇兄的计谋 匪徒点名要我 我若是挺身而出 对卤入深山 自然性命不保 到时 就算有了爱护百姓的名声又如何 命都没了 与他一起害死宋兰的事 便再也不会对他形成威胁 我若避而不出 纵使最后侥幸保住小命 也定会失了民心 失了父皇的心 这是好狠的一手棋 正是混乱间 人群里有个陌生女人 伸手朝我一指 是她 她是五公主 我随夫君参加公宴 在宴席上见到过她 一时间 禅房内所有人都朝我们看来 狐疑 打量 吸气 侍卫们神情紧张 将我团团围在中央 那女人扬声 你们看 她有那么多厉害的侍卫守着 不是她是谁 她说着 扑通跪下 不住磕头 五公主 求求您救救我们 臣妇家中尚有两岁孩 求五公主开恩 她带了头 其他百姓也纷纷跪下 一边磕头 一边诉说自己苦处 五公主 草民家中还有八十老母 五公主 草民是独子 若死了就断后了 五公主 微臣一家十五口 全靠微臣供养 离虎抽出剑 怒喝 退后 退后 你们竟敢如此逼迫公主 人群里有个战利的女子 冷冷扫过跪地的众人 你们有妻儿老小 难道五公主就没有家人 你们看不出 这是匪徒们的计谋吗 说话间 她已经走到我身边 拦在我面前 我在宫宴上见过她 是已故平远侯 唯一的孙女方明月 平远侯一家都死在战场 家中再无男兵 唯剩下她 她从靴子中抽出匕首 递给我 五公主 死亡面前 将军与小兵平等 公主与庶民也是平等的 莫被舆论绑架 真是个豪爽通偷的好女子 可惜这话说服不了其他人 而匪徒又在大开杀戒 杀了五个小杀迷 并将他们的尸体扔到禅房外 此前认出我的女人大吼一声 我不想死 我们一起绑了五公主 将她交出去吧 求生的欲望 会压制住对皇权的恐惧 这些人慢慢朝我围过来 方明月挡在我面前 你们要干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 拨开她 本公主会出去 小柳眼泪汪汪 殿下 不可 李虎神色沉沉 属下陪殿下一起 恐怕他们不会允许 我凑到她耳边 低声道 我的行踪 民间匪徒如何得知 此事颇为蹊跷 你定要想法子 看住那带头挑事的妇人 李虎猛地抬头 似乎很意外 在这种时候 我还如此冷静 方明月坚持陪我一同出去 五公主 臣女无父兄 五晚辈无牵挂 生在五将世家 若能为杀匪徒而死 也不枉费方家列祖列宗教会 我略意私存 有些事需要一个见证 方家世代忠良 从不参与党争 方明月的话很有说服力 只是 这些人恐怕不好对付 你可能会丢了性命 方明月笑了笑 我方家的人 从不怕死 她说着 压低声音 且她如此在意你 我必然也要护着你 原来她竟是我 那个隐藏盟友派来的助力 我不再犹疑 坚持留下小柳 让方明月假扮婢女 打开了禅房门 离开时 我回头看了一眼 百姓们都避开了我的视线 我的目光落在许燕身上 她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但外头匪徒的叫嚣 又让她很快低下头 默默退后几步 引入人群里 方明月问 殿下在看什么 看一朵还未来得及开 就死去的话 我给了小柳一个眼神 她心领神会 从衣袖中摸出 此前许燕送我的那块玉佩 嫌弃无比地塞进她手里 那一刻 许燕脸上的血色 腿得干干净净 我深吸一口气 快步走到前院 肥手高高坐在马匹上 嘴角擒着森森笑意 你与那狗皇帝 长得倒是挺像 立马有人上来 绑了我与明月 明月还因此手臂受伤 肥手伸手将我捞上马 孤在怀里 纵声大笑 走 回山里 老子迫不及待要尝尝公主是什么滋味 他率领一杆属下出了寺庙 面无表情对守在外面的人说 烧了这庙 别让任何人逃脱 我挣扎道 你不是说只要本公主出来 便可以放过这些无辜的人吗 其他人我不管 李虎他们和小柳不能死 肥手哈哈大笑 五公主可真是天真 我们是土匪 土一行人纵马下山 我回头看身后已经冒起滚滚浓烟 只能在心内祈祷 但愿一切还来得及 匪徒们一路飞驰下山 马蹄很急 经络速速飞雪 寒风呼啸 我的脸如同冰冻 眼看要到山底 几颗被大雪压断的松树挡在路中央 匪徒们只得勒住马 也不带匪手吩咐 立马有人下马去扳开 匪的话你也信 被捆在后马的方明月冷笑 的行踪 恐怕你们根本不是土匪 普通的土匪如何会知道 公主普通的土匪能集齐几百号人 还各个配合良好训练有素 你们到底是谁 匪手回头仔细瞧了他一眼 诧一道是你 侯府就剩你这一根毒苗了 你还不惜命点 你想知道的太多 我不能留你 他举起手中长刀 朝着方明月的脖子砍去 我叽叽大喊 不要 眼看方明月就要人头落地 密林之中一根长剑搜地射出 匪手反应也快 往旁边一侧 被刺中了肩膀 冲啊 活捉匪徒拿奖赏 四面八方的声音涌过来 无数兵士从林子里冲出来 将匪徒们团团围团围住 御林军左统领 高达一马当先杀出 与匪手搏斗在一处 我与方明月都被救了 也是瞧 连日大雪 京城山背面有个庄子 被雪埋了 京城有百姓前来求援 高达领命 率五百御林军前去救灾 没想到行到山脚不远处 却看到了山顶里虎 发出求救的烟火 发现了在山脚望风的匪徒 经过一番审讯后 得知了山上情形 这才砍断大树 挡在路中 设下埋伏 双方搏杀之中 我被流屎伤了胳膊 太医说 将来我的左臂 都无法受重力 京城似火光滔天 不少人急着逃命 成了匪徒的刀下亡魂 好在李虎和小柳 不负我所托 控住了那个 指出我身份的女人 就在京都城外十五里 就在父皇的眼皮子底下 匪徒们竟能猖狂至此 侮辱绑架皇家公主 这简直是将父皇的脸 放在地上狠狠摩擦 我被安全带回皇宫 下了马车后 正好与楚宋面对面撞着 那一刻 他眼底的意外和后怕 无以复加 我看向他 眼泪说来就来 大皇兄 今日家差点就没命了 他这才回过神来 上前一步来扶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 怎么这副模样 父皇听得高达和李虎的汇报 震怒不已 摔碎了素日最宝贝的鼻喜 楚宋也气得满面通红 他道 父皇 这些匪徒简直无法无天 太不将父皇放在眼里 而臣觉得 应该将他们押往东街菜市口处死 以锦笑油 我瞟了他一眼 大皇兄 你可太心虚了 父皇也正了下 腻了他也没说话 方明月倒是急了 陛下 这些人恐怕不是单纯的土匪 他说出我发动众人捐出财物 匪徒却不为所动 点名道姓要找宫里的贵人 而恰好有个妇人又煽风点火 将我推了出去 匪徒见到我后 竟说我与父皇长得像 又认出他是方家 唯一在世之人的事 并要杀人灭口 所有情形 一一到来 离狐也赶紧补充 微臣等都是陛下心腹 绝无可能透露公主行踪 且那些人训练有素 所持刀具公奴制式统一 普通的匪徒如何能做到 他的言下之意 父皇如何听不出来 这些所谓的匪徒 恐怕是大储某个人养的私兵 大储律利 就算是皇子 府兵也不能过百 此番录在人前的 是训练有素的三百人 那么藏在暗处的 是几百几千还是上万人 就在这皇城外 虎视眈眈 这无异于在父皇的枕边 放了一柄利剑 随时会要了他性命 父皇脸色沉沉如墨 问我 家儿 这件事 你可有什么想法 因为心有余悸 我的身体依然在微微发抖 只颤声问 父 父皇 儿臣可有给您丢脸 可有辱墨皇家威名 父皇愣了下 上前来摸了摸我的头 傻孩子 你做得很好 素日瞧着你软弱 不承想 关键时刻 竟有这样的担当 我眼泪涮了一下就出来了 抱着他呜呜地哭 父皇 儿臣吓坏了 儿臣 只想着是父皇的女儿 绝对不能丢了您的颜面 儿臣做好了咬蛇自尽的准备 儿臣以为 再也见不到父皇了 父皇怜爱地拍着我的肩 莫怕 不管是谁要害你 父皇定要为你讨个公道 我温顺地垂下眼瞼 眼角的余光 却看到太皇兄的手下 意识紧了紧 父皇下令大理寺彻查严审 朝野更是震动 所有亲历者 都在夸我大意 爱民如子 因为他们不会告诉旁人 他们曾联合起来 逼迫我站出来 就他们性命 所以他们 只能将爱国爱民这顶帽子 高高扣在我头顶 西纪我既然活下来 就不要再去追究那些细节 大理寺省了一天一无所获 一夜过后 匪首竟还莫名其妙死在了狱中 父皇狂怒 早朝时当着所有臣子的面 踹了大理寺轻一脚 并说 这件事你要是查不出个所以然 朕便当此事 是你在幕后主使 若要真如此定罪 那便是要诛九族 大理寺上下忙到脚不沾地 既然头目不开口 下面两百来个土匪 总有一只薄弱的吧 两日后 有人招供了 是那个最先指证我的妇人 陆陆续续的 越来越多的人 顶不住压力 大理寺轻连夜入宫 给父皇城上调查结果 很快 有一对御林军连夜出宫 围住了城北一个人烟稀少的山村 这一大片山区闹鬼 这几年来 老百姓陆续续都搬走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御林军在这里 抓到了上千的恋家子 搜出了上千把长刀与公母 天蒙蒙亮时 小柳叫醒我 殿下 陛下传旨 让您去养心殿 我匆匆赶到时 楚宋已经跪在那里 额头在流血 父皇的燕台滚落在他脚边 上面还有淡淡血字 父皇见我到了 指着楚宋怒道 你五妹如今来了 她不过一个女子 也不可能有继承皇位的机会 你倒是告诉朕 你为何要对她痛下杀手 我目瞪口呆 父皇 父皇您这是什么意思 幕后黑手 怎么会是大皇兄 大皇兄素来对儿臣极好 当年儿臣生母病重 若非大皇兄相助 儿臣怎么能到父皇面前冥冤 父皇的神色慢慢恍然 训我 你这个蠢货 他那是在利用你 你还以为他帮你 所以你是看家儿 如今得了朕的心 担心他明白 你速日的龌龊手段 是以财 父皇说到这猛地亭下 快步走下高高台阶 犀利的目光审视着楚宋 蓝树人的事 是不是你动的手脚 家儿对蓝树人 感情很深 你是怕他知晓这一层 又或者 父皇偏谋 深深瞧我 家儿 你手上握了你大皇兄 什么把柄 我连连摆手 父皇 而臣久居深宫 大皇兄一直在前朝 而臣去哪里 有大皇兄的把柄 如今楚宋身上背的 是残害皇妹 私自养兵的罪 如果他承认蓝树人的事 虽然可以将我拉下水 可自己也会担上 毒害妃嫔的罪名 蓝树人若未出事 便是大皇兄的树母 对他下手 可比对我下手最名重得多 楚宋不是个蠢人 他果然辩驳 父皇 儿臣冤枉 蓝树人一事 与儿臣无关 儿臣之所以对楚家出手 恰恰是因为 儿臣接到举报 蓝树人之所以出事 是楚家在他食物里下了药 楚家表面公顺柔婉 内心狡诈阴毒 偏偏父皇如此信任他 儿臣担心他对父皇不利 又怕父皇承受不住 再一次的打击 才想悄悄除了他 儿臣并非信口雌黄 而臣有证据有证人 还请父皇信尔臣一回 证人是以前 伺候蓝树人的一名宫女 证据则是一块 发黄的芙蓉水晶膏 从糕点的状态来看 的确像是放了 两三个月的模样 那一日我随父皇去时 碟子里并无糕点 万万没想到 楚宋留了这一手 今日看来 他是想争个鱼死网破 一旦定了我的罪 到时候 我再咬出他合谋 他大可以说我胡乱攀咬 反正当初 替我们联络的小内侍 肯定已经被他处理干净 宫女口口声声 蓝树人就是吃了这糕点 才性情大变 不住磕头 请求父皇为救主做主 父皇看向我 神色难辨 问 家儿 你怎么说 我跪倒在地 扶手请求 父皇 其实宫内一直有留言说 是尔臣害了蓝阳母 而臣愿意 让太医查验糕点 以正清白 楚宋咒没看我 大概想不通 我为何如此淡定 父皇召了三个太医一起查验 他们细细查过后回话 陛下 这糕点里确实加了东西 楚宋吐出一口气 朝我看来 无声地动了动嘴唇 楚家 一起死吧 父皇也坐直了身体 不敢置信 楚家 太医正见父皇神色不对 赶紧道 的确是加了药材 但这些药材的功效 主要是输精活血 对人体并无伤害 我补充道 这些药粉 可以让人发散欲结之气 太医正顿了几个呼吸 答 确实如此 而臣是见父皇那些日子 心情欲结 府内侍又说 您素日不爱喝药 所以才想出这等法子 后来六皇妹 拿走而臣 预备自己吃的那份 而臣心想着 这糕点并无毒 事宜也未多做说明 我苦笑一声 或许因为臣 不是蓝羊母亲生了吧 所以纵使而臣一片孝心 也总让人生意 说着 我看向楚宋 大皇兄 如今你可信 我对蓝羊母并无坏心 楚宋摇着头 不 不可能 如果你没在糕点里用药 那你是如何做到的 大约是拉我同归于尽的希望破灭 他精神崩溃了 冲上来一把握住我的肩膀 立声质问 你告诉我 你如何得知 我要对你不利早做应对 又如何对蓝树人下毒 是谁在帮你 到底是谁在帮你 侍卫们赶紧上前 将他一把按住 父皇更是狠狠踹了他一脚 你自己犯下大错 非但不悔改 还想着叛咬你妩媚 为自己开脱 你以为你的罪 只有谋杀手足吗 你养那么些兵 是要做什么 看真进来身体不好了 你是不是巴不得正早点死 好把这个位置让给你来坐 帝王之怒 大殿内真落可闻 就连烛火也不敢发出琵琶声 大皇兄脸色苍白 瑟瑟发抖 父皇 而臣并无此意 那千余人不过是二臣自保 这点人威胁不到父皇 父皇冷哼 若不是发现得早 谁知道你最后要养多少人 传阵旨意 大皇子谋害手足 私自养兵 重则五十大板 就在早朝时行刑 其后送去宗人府关押 终身不可出 无论楚宋怎么求情 父皇都不为所动 侍卫们将他拖走了 小柳这次总算松了口气 殿下 可见陛下还是疼您的 这个旨意让大皇子再也无法翻身了 父皇疼我吗 大约是有点的 但我在他心中的分量 其实远远不如从小亲手养育的大皇兄 之所以重罚 是因为大皇兄养兵 养兵就意味着有谋反的心思 终究是刀子割到了父皇自己身上 他才觉得疼 才下了狠手 从养心殿出来 太阳已跃出了地平线 我问小柳 青城山那些因为此事死去的百姓们 可安置妥当啊 此事经兆尹在处理 应该妥当的 小柳 你可有留意 刚才父皇从头到尾都没提到过他们呢 我看向天际暖阳 拿着银钱出去 安抚一下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吧 小柳扶着我 殿下不必操心 这件事 那边早就安排下去了 楚宋在亭前受罚 是大大的折辱 这意味着他此生与太子之位无缘 除了断他的念想 更多的是在给那些藏着一心的皇子臣子们看看 不规矩会是怎样的下场 武师停战后 楚宋奄奄一息 在听闻他的消息 是在半月后 小柳来回禀 殿下 大皇子托人屡次送来消息 想见您一面 我在宗人府的监牢里见到了楚宋 他胡子拉叉 双目无神 身上的衣服宽了一大圈 头发乱糟糟地竖在头顶 趴在简陋的床上 还难以起身 见了我 他笑了笑 你既然愿意过来 那便是要解开我心中疑惑了 他凑过来 双目多多 你如何发现我设下的陷阱 到底是谁在帮你 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他身为大皇子 曾经呼风唤雨 哪怕如今被求宗人府 四皇兄仍在外 想必查了又查 也没查出高达与任何人有娇怜苟且 我笑了笑 因为高达本就不是受人所托 他那一日 是真真切切本要去救灾的 至于我如何发现你设的陷阱 我顿了顿 因为我一早便知道 你从未安顿过我母妃的尸身 明明你一句话就能办到的是 你却任由他被丢在乱葬岗 若不是那人好心 我母妃早就尸骨无存 你用去拜计我母妃做借口 能安什么好心 楚颂睁大眼睛 你既早就知晓 为何还与我合作 因为你是最合适的合作对象 我淡漠开口 这宫中处处都是你的眼线 这样陷害杀人 勾心斗角的事 你得心应手不是吗 楚颂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以为我掌控了你 没想到竟一直是你在利用我 你告诉我 你真正的盟友到底是谁 三弟 五弟 六弟 他眼珠子滴溜溜地转 又或者是我一母同胞的四弟 我退后两步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父皇策立谁为太子 谁便是我真正的盟友 其实如果你不想要我死 我永远都不会说出 与你同盟害人的秘密 害死你的 是你自己的多疑与恐惧 说把我转身朝外走 楚颂在身后咆哮 楚家 你给我回来 告诉我 那个人到底是谁 是谁 还有 你如何让蓝树人中的圈套 出了宗人府 小柳低声问 殿下真的不告诉他吗 咱们用了这么好的计谋 都不与人知晓 这跟锦衣夜行有什么区别 奴婢心仰得不行 好想得意洋洋地炫耀一番啊 你知道 什么人死得最快吗 小柳眨巴眨巴大眼睛 嘚瑟话多了人死得快 眼下远不到尘埃落定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楚颂 早在一个多月以前 我在制作香囊时 就在里面加入了一些药材 那个香囊后来被楚颂拿走 送给宋兰 因为香气特别 宋兰将它悬挂在蚊帐的四角 香囊没有问题 糕点也没有问题 但香囊的香味 在混上糕点里的药物 便能催情 这是母妃幼年时教我与小柳的 她说 食物是这天底下最纯洁美好的东西 人心才最显乐 如果我们没有把握好人心 便会玷污食物的本真 她叮嘱我 做菜做糕点可以治病 同样也可杀人 可惜 我最后还是没有遵循她当初的教诲 蓝树人和楚颂的事 给了父皇严重的打击 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但或许是宋兰说的年纪大的话 刺激到她 她不顾自己身体的状态 日日都宠幸年轻的妃嫔 经常督促太医 正为她配药 虎狼只要素来伤身 可帝王之命又不得不从 太医正求到我这里 五公主殿下 陛下素来宠爱您 您得帮忙劝劝陛下呀 我皱起眉 这等事 本公主如何好开口 不过 为了父皇的身体着想 我会想法子的 那日晨起去看望父皇 在永道上远远看到了 春凤兰车 从养性殿方向出来 驶向御花园 车内人心情颇好 滴滴哼唱着小调 让这寒冷的冬日 也漫出两分江南风情 小柳低声道 里面是近来得宠的安贵人 入宫时是个答应 短短时日便已经升为贵人了 看来是没把您说的话放心上 我记得她 与我年岁相仿 此前宋兰在时 她并无出头之日 那时我还隐晦地提点过她 父皇老了 并非她的良配 若能等等 未必没有一番新的天地 我收回目光 走吧 好言难劝想死的鬼 养心殿内 父皇已经起身 府内试着人传话 父皇照我同用造善 宫女正在唤熏香 我路过时瞧了一眼 道 这安神香夜间点上 约莫一两个时辰也燃完了 父皇如今身体抱恙 这些细灰飘浮着 一会让人不适 你们为何不及时处理 宫女慌忙作答 五公主教训的是 以后奴婢们定不敢懈怠 父皇脸色红润 精气神看着也极佳 只是若仔细看 便能发现她眼底长出的细密红血丝 席间均是聊些琐事 气氛融洽 聊着聊着 父皇突然问 家 朝臣们催着镇立太子 你觉得这一干兄弟之中 谁来当这太子何事 我郑住 反问 父皇您身体康健 何必如此着急 父皇是一代明君 最好这大厨 由父皇永永远远地治理下去 父皇哈哈大笑 你这孩子 今日出门嘴上抹了蜜不成 我甜甜一笑 父皇 而臣说的都是真心话呢 父皇收敛笑意 朕就是问问你 你大胆地说 这虽是国事 也算家事 你说自己的看法 不算监狱 我琢磨了下 四皇兄吧 父皇很意外 为何是他 他是皇后娘娘嫡出 而臣也听说他素有贤明 在臣子之中 口碑很好呢 还有呢 没有了 而臣与几个皇兄皇帝 本就不亲近 只能想到他 父皇叹口气 眼底锐利的光变得平和 朕倒是多此疑问了 我心底绷紧的闲 也松了些 老狐狸果然还是存了试探我的意思 好在我警醒 绝不会在此刻翻出底牌 大皇兄与四皇兄一母同胞 大皇兄心存不轨 已经被圈禁 父皇又如何能让四皇兄 坐上太子之位 四皇兄与朝臣关系好 此刻这非但没有帮助 反而会害了他 但父皇是真的开始考虑 接班人这个事了 二皇兄腿脚不变 三皇兄性子残暴 四皇兄父皇心有戒地 五皇兄出身不高 六皇帝和七皇帝还不足十岁 一时间倒也瞧不出谁更有优势 不过京都内开始有了关于我的流言 那一日我为百姓挺身而出 却为高益 但与此同时 我也实实在在被匪徒掳上了马 有了肌肤至亲 在某些人眼里 我已经脏了 再多的光芒 也遮盖不住 我被匪徒搂搂抱抱的污点 还有人偷偷猜测 也许匪徒在半路就已经把我办了 皇家说 很快救了我就是救了我 说不定是为了掩盖丑闻的说法呢 他们一迎着想象着 他们嘖嘖摇头说 五公主都被土匪摸过了 送我也不要 仿佛这样 我就真的配不上他们 就显得他们蔑视权贵 卓尔不群 这些话 大约也传到了父皇耳中吧 他开始着人为我物色驸马人选 这一日 许燕递了话 说想见我 自冬至那日 我们便再无联络 小柳迟道 他该不会还有脸来提 让您等他金榜提名的话吧 我与许燕在书院凉亭碰的面 冬日天寒 蜡梅开得正好 暗箱浮动 他躬身地上一张请帖 殿下 父亲为微臣寻了一门亲事 明年正月十八的婚期 不知可否有幸 请殿下喝一杯喜酒 微臣也想履行诺言 可是父亲母亲听信留言 说许家不能允许不真之人过门 以死相逼 我还未说话 小柳先怒了 他冲过去 一把拍飞请柬 许燕 你当我们殿下是什么 敢说这样的话 你脑袋不想要了吗 许燕扑通跪下 一连磕了三个响头 微臣不敢 只是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微臣不敢违背 是微臣没有这个福分 请殿下莫要伤心 气坏了身子 我笑了 本公主为何要伤心 本公主很为你开心 提前祝你与夫人白头偕老 百年好合 我伸手 折断一根开得正好的蜡梅 婚礼本公主便不去了 这等小事 还不值得让本公主屈尊降贵 我将蜡梅递到她手里 那 这便是送给你的新婚贺礼 歇恩吧 许燕嫩嫩张了张嘴 似有不甘心 殿下您真的一点也不难过吗 我有些不耐烦 懒得在演戏 许燕 从前是本公主认错了你 在清城寺 大敌当年 你好无担当 懦弱自私 本公主好不容易活下来 你又畏惧流言蜚语 急急定亲 将责任都推给父亲继母 我在如何流言缠身 依然是大楚最尊贵的公主 我弯腰 挑起她的下巴 一字一句 爱情和婚约 从不是本公主毕生所求 你这样的鼠辈 更不值得本公主挂心 许燕面色颓然 软倒在雪地里 小柳愤愤催了一口 耸淡 回去拿镜子照找 你也配 晚间五皇兄楚越来找我了 隔着珠连 他语气沉沉 五妹可怪我 若非你那日 故意向他露了我青城山的行踪 我还不知他的真面目 五哥 我该感谢你 楚越长出一口气 你明白便好 我本也想借机试探一下 他有几分真心 哪成想他这般不顶用 我先开珠连 五哥 此时大局未定 你还不适合来找我 快回去吧 是的 我真正的盟友 一直是楚越 他的母妃出身也不高 生下楚越后 也只是尽为贵人 也不得父皇宠爱 江贵人与母妃有相似的经历 都是因为父皇一眼瞧上 他们就不得不舍弃 本定好的良缘 入了这身宫之中 母妃那是病重 我先是去求了江贵人 她使力了 太医才来看母妃 可惜她的位分也不高 千年人生这样的好东西 她那也没有 其后母妃被栽赃去世 是将贵人和楚越辗转托人 悄悄寻了母妃的尸体 将她安葬 为她立碑 所以 当时楚送一说败迹 我便知晓其中有诈 只是那么好的江贵人 也没落个好下场 因为得罪了蓝贵妃 她死在了三十岁的生辰 从那时开始 我与楚越名里不熟 私下里却一直保有联系 母妃死去后 其实我一度很沮丧 没有活下去的动力 是她每日偷偷来找我 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好东西给我 并帮我找到目标 让我努力活下去 我与楚越的生辰只隔三日 宫里人人都记得她 不在意我 父皇也是 只有楚越 年年都会掐点 为我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 她总说 恭喜家儿妹妹 又长大一岁了 我被鱼尾葵之夜 弄得浑身臊痒难耐 是她偷偷捉了几只萤火虫 来转移我的注意力 我拿同笔抄书 手腕酸痛 也是她偷偷送来药膏 所以我才会 与她身边的陪读许燕有交往 多年来 我在明 她在暗 我们看似毫不相关 私下里却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这深宫之中 我们是真正的兄妹 是唯一彼此信任的亲人 楚越上下打量我 确保我没有难过后 轻声道 家儿 这些年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剩下的 都交给我吧 她握住我的手 为兄一定会让每一个有罪的人 都付出代价 五皇兄斩露头角 好像是一瞬间的事 父皇让几个皇兄皇帝都参与朝政 她分道的是最难的活 完成的却最好 父皇很快发现 她有能力有定力 美野心 还有孝心 更重要的是 五皇兄母妃已经不在 又没有强势的救驾 她对父皇没有太多的威胁 到了这把年纪 再也没有宋兰的约束 她突然发现年轻美人的好 在这些小嫔妃 一声又一声 陛下宁真厉害里 她渐渐迷失了自我 找回了在宋兰那丢失的自信 那一日 她或许想找点新鲜乐子 是以招了两个16岁的新人一起玩 新人正你来我往争宠呢 她突然挖地吐出一口鲜血 两眼一番晕了过去 我与楚岳最先赶到 养心殿乱作一团 太医们正在失真 我捂着鼻子 心烦气躁 这点的什么香 味道这么重 还不赶紧端出去灭掉 宫女们不敢怠慢 抬起香炉匆匆而出 太医们诊断 父皇是过量服用强身健体的药物 血脉分张导致晕厥中风 她耗光了自己本就不多的底子 时日已然不多 太医正暗示 父皇醒来时 皇子公主和臣子们都跪在床头 她已经说不出话 但脑子还保留着一丝清明 此时太子之位最是要紧 丞相一一询问 二皇兄 父皇摇头 三皇兄 父皇摇头 四皇兄 父皇摇头 到了楚岳 父皇沉默了好一会儿 缓缓点了点头 丞相如释重负 写下立太子诏书 有人欢喜有人愁 人群散去 太医正叮嘱 一定不能再让父皇情绪激动 我坐在父皇床边 紧紧握住她的手 父皇浑浊的眼底 也有感动不舍的泪花 宫女内侍们都已散去 我盯着衰败的父皇 缓缓勾唇笑了 我问 父皇 你还记得我母妃吗 父皇眼底闪过愤怒 不不不 不是宋兰 是我生母 父皇茫然 我沈笑 我就知道 你早将她忘了 她有一双巧手 会做世上最美味的糕点 她有一副好嗓子 会唱最动听的催眠曲 她也有一颗善心 哪怕知道自己可能受罚 也不忍心看其他人为难 所以顶替旁人 去伺候最久的你 你宠幸了她 我眼底带着恨意 一夜便忘 本来她很快就能出宫 嫁给青梅竹马的新上人 那个男人等了她十年 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 人心一变 她却等了十年 你知道这有多难得吗 她也是你的女人 她貌似为你生下孩子 你采邪了她 却又无视她 任由她凋零 任由你那心爱的女人 将脏水泼到她身上 不只是她 还有姜贵人 五哥的母妃 她本也有未婚夫的 你不在意 不在意他们是否快乐 也不在意他们的生死 你只管自己一时的快活 我伸手 缓缓抚摸着父皇的脖子 微笑 他们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他们本可以安然终老 是你 你才是真正 杀死他们的刽子手 父皇嘴巴不停地张着 如缺水的鱼 是想辩解 还是想叫人呢 我笑容深深 你是不是觉得我狼心狗肺 你对我这么好 我居然敢憎恨你 如今你对我的好 都是我千方百计 投其所好而来 可我本是你女儿 你天生就该爱我护我 你不配做我和五哥的父亲 父皇张嘴 咿咿呀呀 逆 逆子 我凑到他耳边 笑着说 父皇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你本来 可以不用死得这么快的 是我跟五哥 在你的香炉和饮食里 做了手脚 还有 宋兰慧偷情 也是我下了药 他说得不错 你老了 早就不行了 你进来觉得雄风大展 都是我跟五哥的功劳 你给他的太子之位 就当是此事的回报吧 父皇气炸了 眼珠子瞪得大大的 拼命蹬胳膊蹬腿 含糊不轻地喊 来人 来人 我面无表情 你把捂住他的口鼻 睡吧 父皇 儿臣 会在这一直陪着你 到最后一刻的 到了下面 若见到那些你辜负的女人 记得好好赎罪 她太弱了 挣扎了没一会儿 就咽气了 我深吸一口气 缓缓站了起来 天色江明 这漫长的夜 终于过去了 我眨了眨眼 眸底已聚满泪水 用哀痛慌乱的声音大喊 来人 父皇 父皇不好了 后继 父皇死后 楚月登上皇位 加封我为固伦公主 追加一座城池 作为我的封地 又在城北 为我新建公主府 父皇宫中那些女人 都被送去皇家寺庙 不过 楚月这人私下询问过他们 若他们愿意 可以自此离开 隐姓埋名的生活 她娶了方明月为后 朝臣多有反对之声 明月家底单薄 于地位稳固 并无一处 太傅建议她娶丞相嫡孙女为后 方明月可为妃 但楚月拒绝了 若是那样 朕与父皇有何区别 又有人建议 她将我嫁给世家 通过联姻来获取支持 楚月狠狠将那人训斥了一顿 加而是朕最爱的妹妹 她若有相中的人 自愿嫁过去也就罢了 她若不想嫁 皇家便养她一辈子又如何 楚月为帝 许燕作为曾经的陪读 理应要跟着李月龙门的 可万万没想到 有人弹劾许家 楚月下令彻查 很快就查出了一系列史证 许家下狱的下狱 流放的流放 许燕此生 也再没了入官场的可能 这年历春 楚月带着我一起去城东 与百姓一起农丧 远远的 我在人群中见到了许燕 她不一粗服 蓬头垢面 正痴痴朝我看来 我的目光与她相接 她激动地往前冲 似乎有千言万语 不过 我很快便转过头 洋装站不稳 轻轻扶住身侧安国公世子的手腕 世子年方十八 脸立马通红 是个不惊斗的少年郎 或许小柳说得对 娶几个貌美身体好的男子为夫 也是神仙一般的好日子呢 全文完